杀楚风 无论如何 他都要让这一战璀璨 让天神族在这一意中 极紧耀眼 强势杀敌 你不是罗毅 到底是谁 楚风瞳孔深邃 盯着前方的天神族少神 他能感觉到 应该换了一个生灵 与外 很多人都心惊 啊 不是罗毅吗 此时的少神 应该称之为圣人罗洪 他举止从容 带着笑意 揶揄道 哼 你怕了吗 我展现真正手段的时候到了 该不会是为自己找借口 心中切战吧 他接着补充 沉稳而镇定 我理解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凭你这土著 给我天神族提携都不配 他的语气 平和自然 并不激烈 但是言辞实在过分 蔑视与折辱 让人接收不了 楚风的双目 喷出两团火光 而后急忙急舍 熏烂到 让太阳都失色 他动用火眼金睛 凝视罗毅的本体 然后他察觉到了 在罗毅的脑部那里 有一团特殊的精神能量 比之罗毅自身的 还要强一些 色彩斑斓 很好区别 我拥有火眼金睛 看得分明 泥体内分明 有另外的神魂意志 还想抵赖 哼 我知道了 能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降临 你该不会是 天神族的大能吧 亲自下场 真是够不要脸 星空中许多人都露出金融 这是真的吗 圣人罗洪 自然一口否决 他做出姿态 面色沉下 说不起吗 你马上就要死了 所以 想象我天神族身上泼脏水 你觉得有用吗 我族自古不败 对付你这样没落之地的土处 还需要大能 真是可笑 我罗毅足以杀你 圣人罗洪 心肠很黑 他现在是罗毅的容貌 一服一正言辞的样子 凌然正气薄发 不过他也知道 楚风拥有狐眼金睛 确实知道他不是罗毅 所以他暗中就不加掩饰了 只针对楚风传音 带着笑意 还有冷酷 送出精神波动 你猜对了 我不是罗毅 的确是天神族的大能 可这又如何 我现在就是要亲自下场杀你 而别人却不知道 你能怎样 挣扎吧 不愤吧 都无用 你只能慢慢的品味苦涩 这种话语 哪怕楚风心直坚毅 也动了怒气 天神族的这位大能 真是不要脸到极致 该杀 他深吸一口气 我看得真切 你体内有斑驳采光 那是一位大能的少许精神意志 很好 那应该是一道神魂种子 为了杀我 你也付出不小啊 想来这种神魂种子 不容易有事吧 今天我必至杀你 用玄瓷毛盯住你这道神魂种子 挑起来面对星空 给所有人看 揭露你是谁 到时候举世皆知 你无所断行 被钉在耻辱的柱子上 楚风还不知道 他所要钉穿的是一位圣人的神魂种子 这种事情真要被他暴露出来 会引发山崩海啸般的轰动 天神族注定要颜面无光 这是一件耻辱的事 圣人罗虹 面色阴沉 到了他这个层次 想要再进一步 每一颗神魂种子都很重要 的确不能轻易丢掉 而一旦被人盯穿 必然要泄露真身 他不允许那种情况发生 他暗中冷笑 圣人之下鸡楼椅 你以为自己是谁 想镇压我 自身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楚风平静下来 这么说来你是圣人 真是不要脸都一定境界了 为了你天神族后人当众取胜 连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 不过 这也很好 抓到你这样的大鱼 天神族将蒙修很长时间 必然会焦头烂额 名誉扫地 说到后来 他的双目 渐渐焕发惊人的光彩 这要是真个当众抓住 将圣人的神魂种子 钉在那里 吊起来打 绝对会让天神族 脸都要绿掉 凭你 圣人罗洪的精神波动 有些起伏不定了 略带怒意 他的眸子冷静而冰寒 你所降下的 不过是观想层次的精神种子而已 终究是不能逆贴 本体纵为圣人 你现在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地趴着 今天我定要擒杀你 楚风一直坚定 眼神越发璀璨 他要做一件大事 压制圣人 你可以去死了 圣人罗洪冷漠开口 圣人 滚过来 受死吧 楚风说道 内心有一团烈活在跳动 那是怒气 还有战意 圣人又如何呢 敢亲自下场 却只是观想层次的力量降临 那么楚风无惧 一定要阵杀他 两人冲向一起 直接交手 全都动用了最可怖的手段 都想一击就拿下对方 楚风深具倒引呼吸法 此时吞吐能量 从肉身到精神都在呼吸 身体弥漫出白雾 宛若先体出世 而另一边 圣人罗洪运转天神呼吸法 从毛孔中进出金芒 跟虚空中的能量交换 让肉身与精神宛若不朽 化作神奇 由肉身到精神都金黄耀眼 异常炫目 这种碰撞 如同天塌地线般 在昆仑外的林底中爆发后 土石翻滚 像是海啸将地面摧毁 大浪一重接着一重 卷上九百米高的空中 至于古树等连根拔起 混着土石在空中解体 而远处一些山体都裂开了 黑色缝隙恐怖 最后崩塌 他们第一击而已 就造成可怕的景象 昆仑山外的林底毁掉了 土石浪涛比海洋起伏还距离 拍击下去时 远处的山林成片的崩开 消散 这是纠集呼吸法的碰撞 将他们都加持到了最强盛的状态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初次争锋 景象如同末日 在此过程中 楚风的画卷浮现 笼罩几身那里 而罗洪的后方也有残破宇宙 以及百兵浮现 所有兵器都插在残破的星球上 杀伐器逃天 画卷对质 这次没有碰撞在一起 不得不说 圣人的血精太厉害 不仅滋补罗伊的肉身 让他断肢再生 还让他被撕裂的天图再现 这也是两人的巅峰对决 权印都毫无保留 权力以赴 一个恨不得立刻诛杀对方 一个想要生擒 两人的画卷展开 两者对峙 绝世天图以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为炎了 圣人罗洪降落下血精与意志 正好帮罗伊补全 使之惨烈的画卷愈合 在罗洪第二次挥拳时 他的拳印前方 直接出现一头凶煞气息 滔天的凶手 滔铁 凝聚出真行时张开嘴 獠牙如磕刀发出森冷的寒光 他要吞噬天地 滔铁拳 在罗洪手中施展 跟在罗伊手中时威力有了大幅提升 他对滔铁拳谱的参悟与理解远超罗伊 这片虚空轰鸣 仿佛要崩塌了 被那拳印前闪烁金属光泽 林甲森森的巨大滔铁所压制 惊向吓人 这是神兽武学 最是繁傲 一般的人根本无法修行 需要极高的天资 不过 这的确是绝食妙术 是天神族搜刮到的古代真本 楚风那里 紫气弥漫 如同人仙出世 浩荡出去数十里 他用地球上古时期的拳法 紫气东来拳迎战 并伴着弓震书 罗红的神兽武学 滔铁拳 与楚风的拳印交出 迸发出千百道光芒 因为瞬息的接触 两人都在不断出拳 最后 他们大口喘息 手掌间的虎口都崩裂了 在躺晶莹的血迹 伤口 也在溢出浓郁的能量光 罗伊 你真是被族人宠坏 不观想我族的无上天神体 竟学会这么多神兽武学 连观想之物都如此 罗红 以精神波动交流 显然 他依旧自负 现在还很沉着 有时间跟少神罗伊对话 在那躯体中 罗伊心情复杂 今天该族的圣人 从御外降临 亲自入场 来帮他斩杀敌手 这让他很不自在 同时他非常羞愧 尤其是看到楚风的眼睛时 他越发的懊恼 竟需要这样的战斗 真是人生之耻啊 羽毛发光 黄金神侠照耀虚空 耀撕裂天语般 有一股无与伦比的灵力气息 坤鹏跟罗红融合 让他背负双翼 即将化成绝世神琴 而下一刻 一头滔铁又出现 也跟他融合 怪我 后方周全等人惊呼 星空中 人们凌然 这是天神族的手段 观想神兽瑞琴 跟自身融合 实力可以暴涨 不过 历代天神族敌戏 半数以上的人 多会观想天神体 现在 罗红的掌控这具躯体 变得有些可怕 身体暴涨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 现在 他有部分饕铁之躯 张开大嘴 像是可以吞噬万物 同时 他有昆蓬羽翼 血亮金黄 简直要轻浮苍天 此外 还有金色的昆蓬利爪 能轻易的抓碎山峰 还不错 可以一战 罗红评价 依旧是精神波动 却也没有瞒着处风 因为他非常自信 楚风面对那庞大的生物 瞳孔略微收缩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 他还没有确定自身要观想什么 此时 罗毅大受触动 他曾观想滔铁 也想观想昆蓬 该族有着两族的真型图 当年以血腥手段夺来 故此可以很好地入门 但是 他并未能融合皈依 现在这个怪物完全是圣人罗红的手段 让他心惊 嗯 你不会才如此惊 都没有观想物吧 罗红俯视楚风 而后轰的一声便出手 他才不管楚风怎样 昆蓬大爪子拍落下来 黄金光芒爆发 同时滔铁嘴张开 要吞掉天地吧 这地方 浓郁能量沸腾 林地完全被淹没 成为恐怖绝地 我观想什么 时间仿佛静止 楚风的心中浮现各种画面 光音像是定格在这里 他在这种奇妙的状态下有体悟 观红尘万象 大时代更迭 沧海横流 霸主崛起 映照诸天 观时光荏苒 岁月变前 桑海桑田 时间永恒 观宇宙婆苏 兴衰交替万物长计 最终 楚风轻叹 一切都是在观摩 化天地万物为己用 荣于己身 他觉得 没有必要非得观想固定的人与物 楚风冲起 像是撕裂了光音 从某种定格的状态冲出 跟现实世界对接 顺细节 他的眼眸灿烂 盯着那头庞然大雾 他运转倒引呼吸法 观摩对方 一刹那 在他身后浮现一头怪物 昆蓬与涛铁结合 哄隆一声 气息越发恐怖 而后去迎战敌手 当然 他还动用了自身的无敌画卷 因为他才观想而已 肯定不成熟 真要全凭观想物 决战 会吃亏 罗洪眼睛发直 就这么片刻间 对方居然就观想 他现在的形体 进行模仿 还真是胆大抱天 两者碰撞时 剧烈的能量大爆炸 这片地带 山林炸开 山头都被掀翻很多座 光芒刺目至极 下一刻 楚风静前流光一彩 观想之物再变 这一次 直接是几株扎根 在混沌泉池中的青莲 摇曳生辉 若隐若现 慢大道气息 他以此物 跟那怪物碰撞 倒引呼吸法 所以倒去天机 罗洪震惊 终于知道 楚风掌握了什么 地球昔日的传承 落入这个年轻的 土著手中 不过 还是不行 你观想太随意 时间这么短 怎能与我争奉 罗洪冷漠无比 撞开弥漫雾矮的青莲 扑杀楚风 他眼中杀鸡毕露 因为他预感到 如果放任这个年轻人 成长下去多半会很可怕 也许能比肩当年的 妖妖公主 星空下第一 他绝不能容忍 罗洪扑杀气息恐怖 除去观想出来的怪物外 还有绝世天图 那残破的宇宙浮现 每一颗星球上都插着一件兵器 此时发光 跟着他一起震杀向楚风 到了这一刻 楚风怎么可能会掩藏 自己的画卷完整的展现 顿时惊呆罗洪 因为这太意外与惊人了 百强星体浮现 对应应照 朱天的那批最强生灵等 这一次 楚风 罗洪间大爆炸 激烈交锋 与此关头 罗洪清晰地感应到 对方的画卷不可摧毁 再碾压他观想之躯 更是要撕裂他的画卷 可惜了 你依旧要死 或许你的肉身可以留下 他心中自愈 这些话不可能让楚风听到 他在跟罗易交流 让罗易掌控肉身 而他自己在跟楚风拳引交集时 砰的 坐按住楚风的一条手臂 二虎光芒一闪 他的神魂意志 闯进楚风体内 要夺其肉身 灭其心神 滚出去 楚风心头一沉 他要面对外面罗易的进攻 还要应对体内 突然闯进来的圣人神魂肿子 真是不错 这具肉身值得收藏 我笑纳了 罗洪冷笑 他为圣人 且等于在跟罗易联手进攻楚风 他自然无惧 占据上风 嗯 其实你不能久战 体内的倒计有力很 罗洪发现问题 露出意思 而后 他的精神能量蔓延向了 楚风身体各处 想要彻底的争夺主导权 然而 楚风嘴角突然露出一缕冷笑 猛然催动体内一物 轰隆一声 在他身体中如同天翻地覆般 黑白光芒闪烁 恐怖绝伦 罗洪惨叫 哪怕身为圣人的精神种子 现在也承受不住那种碾压之力 一个黑白小磨判浮血 带着雾矮 强行的拘禁他过去 在那里碾压 要将他瓦解 怎么可能 这是极少数圣人才能传承下去的东西 必须亲自赐语才行 你 没落之地怎么会拥有 罗洪恐惧 震惊 他实在承受不住这种碾压 黑白小磨判 在楚风体内绝对算是主宰 对他压制 这是我自己助救的 楚风冷漠回应 以精神俯视他 到头来 罗洪很果断 斩断部分的精神体 险些将自己撕裂 冲出楚风的身体 逃进罗裔的躯体中 他吃了大亏 而这个时候 罗裔失去他相助 不是楚风的对手 楚风的画卷展开 抖动起来时 将对面那残破的宇宙 还有各种兵器都震得崩开 再次回其画卷 同时那个怪物像是滔铁 又像是昆鹏 也被打得流光激荡 而后显出原形 天神族少神亮强后退 大口磕血 就这么一瞬间 楚风祭出各种玄瓷器物 镇压此地 扑得一声 一杆黑色的雌精长矛 顺凝聚部分神能 轻易动穿罗裔 将他挑起 因为 这个时候的罗裔 画卷被毁 观想物被积散 遭受重创 根本无力抗衡 而罗裔也是凄惨 精神种子萎靡 难以一战 可以说 夺蛇是罗裔最大的底牌 正常情况下来说 他与罗裔同时进攻 借机夺取楚风肉身控制权 肯定能拿下楚风 所以 他那么的自信 与笃定 可是怎能料到 他闯进楚风体内后 犹如进了龙潭虎穴 差点被黑白小末盘碾死 此时 楚风感觉神清气爽 黑白小末盘 连精神体都能瓦解 碾碎 于净化后的纯粹精神能量 补充进他的身体 让他精神力增长 像是吃了大补物 天神族的圣人 今天将你 丁玄辞长矛上 展示给所有人看 远行毕露 我看天神族 还有什么脸面可言 这片山地中 悬瓷起阵 一件又一件 照耀灵光 彼此共鸣 直接形成场域 封锁此地 而楚风手中的 黑色瓷精长矛 更是发出蒙蒙光辉 通体黑亮 挑着罗裔的身体 毛竿上 躺落下血水 第七百三十三集 天神族的圣人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楚风问道 在此过程中 他已经取出 雪白而赠量的金刚镯 内蕴太阴火精 随时准备打出去 因为 他面对的这个人 体内有两种神魂 其中一个 为圣人的精神种子 担心出意外 十几件悬瓷器 不断震动 发出五光 搅置出神秘的符号 形成的场域 越发的神秘莫测 压制像长毛上 挑着的那个人 这些器物 都是很有来头 是楚风 这牙一干神子圣女后 精心挑选出来的 战利品 都很了不得 现在 他利用场域手段 准备全面封住 罗裔 与他体内的圣人神魂种子 罗裔面孔扭曲 感觉到无比耻辱 今天的经历 让他觉得是 人生最大的污点 自己败了 足中圣人降临 野兽重创 而在他的体内 罗洪更是觉得羞耻 他是一位圣人 不顾颜面的降临 结果 却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 尤其是现在 内改宣慈毛 像是一座桥梁 跟周围的长域共鸣 接引过来服好 刺透罗裔的肉身后 要彻底的禁锢他们 罗洪体会道 楚风的长域手段高超 真打算捉住 他的神魂种子 功不于衷 让他身败名裂 这让他惊怒 心中烦躁 若是被揭露出来 他还有什么颜面 注定会成为笑话 堂堂一代圣人 不顾身份的下场 相助天神族后辈 去击杀地球上的 年轻土著 可结果呢 却被反亲拿 这一局面暴露 光想一想 就让他发毛 不过他没有慌乱 身为圣人 见过的场面太多了 尤其是现在 他还没有到 山穷水尽的地步 还有最后的手段 祖器给我复苏 罗红的精神在震动 再送一段古咒语 他要控制一块雪白的鼓 扭转眼下不利的场面 这一次 天神族少神 之所以能携带 大批神子圣女 安然降临 成功跨入地球主空间 就跟这块鼓有关 这是一件祖器 带着祥和气息 它是天神族骨族所留 是他身上的一块鼓 被打磨得雪白晶莹 一看就是神圣之物 天神族 曾经请很多场域宗师 甚至更高明的人 在上面 转刻神文 这块骨头来头极大 攻击力一般 可是 却凝聚场域纹路等 天神族 当年有个设想 炼出一块质宝 用以对抗圣尸的各种手段 而这块祖鼓 就是试验品之一 可惜 到头来 终究是功亏一篑 那个试验项目搁浅 这块鼓是祖器 虽然无法带着金身罗汉等 大能降临地球 但是 却可带观想层次的人跨界 可见他的不凡 天神族少神 罗易吃惊 他看到那块鼓漂浮起来 弥漫出圣洁光辉 符文密布 透出十分可怕的能量波动 关于这件祖器 他只能简单使用 根本不能这般控制 他知道 那是罗洪的手段 控制他发威 眼下看来 他们能彻底翻盘 楚风眉头扬起 瞳孔中射出刺目的光芒 他感觉到危险 圣人果然难对付 眼看就这压了 还要翻出风浪 他抬手间 宁可不要俘虏 也想在第一世界 解决祸患 手中的金刚镯砸出 然而 一块雪白的鼓 硬找出的光辉太迅烂 像是你找般 阻挡金刚镯 使之旋转出去后 轨迹缩短 被定住了 楚风心惊 他都砸出去了 结果金刚镯还是被禁锢 停在前方 天神族少神罗裔心情复杂 而后激动起来 今天真是大起大落 从被楚风击败到圣人降临 看到大圣的机会 再到右摆 接着现在又要翻盘 他的心脏都快承受不住了 楚风一眼就看出这块鼓的非凡之处 可以肯定 这其实是长御领域的杰作 内部烙印有各种符文 年轻人 你还是太嫩了 我天神族搜罗无数的起着一宝 带来一块足鼓就足以镇压你 罗宏悠然开口 当然依旧是精神波动 只针对楚风 不让狱外的人听到 那块鼓 哪怕是足气 也不是进攻型的鬼宝 不过这样被激活后 依旧散发恐怖气息 楚风没有恐惧 反而露出冷淡的笑容 堂堂天神族的圣人 被击败也就算了 还落魄到要用秘宝暗算人的地步 也真是够可怜的 你说谁可怜 惆死 罗宏心情阴郁 今天大败已经算是耻辱 现在再听到这种话 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 轰隆一声 雪白的骨块发光 直接冲着楚风而去 要震杀他 带动起十分恐怖的能量气息 远处 大黑牛 老驴 周全等人都惊叫出声 知道楚风遇上大麻烦 糟糕 狱外 各路人马也很吃惊 都已经看到楚风大盛 竟又发生这种变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节 事情发展的太快了 吃的一声 楚风身上竟也冲起一物 雪白而绚丽 光辉此目 让人睁不开双眼 这是一夜银色智障 在最后关头 楚风之所以震静与从容 就是因为身上有此物 在那块骨复苏 弥漫场域能量时 他身上的这一页银色纸张便发热 不再宁静 差点主动冲出去 这是圣尸留在月球上的最高传承 一页非常神秘的银色纸张 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最烦傲的符号 他化成雪白的荧光 璀璨夺目 耍得一声扫过 居然直接将天神族的祖器 抛开 断面平滑 断为两节 怎么可能 这时 罗红都忍不住惊叫出声 太出乎他的意料 眼前这个年轻的土著 给了他数次意外 之前 他闯入楚风体内 差点就被黑白小墨盘给碾碎 已经够意外 与吃惊了 现在他动用祖器 想要震杀楚风 结果 西式珍宝被毁掉 事实上 楚风绝不会怀疑 这页银色纸张的无上价值 这是圣尸意外得到的器物 连圣尸都没有摸透他的来历 罗红这一次惊悚了 再也没有什么底牌可以动用 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精神种子被禁锢 没有办法震动 哪怕一下 银色纸张 劈开那块骨 还在发出刺目的光芒 比周围的玄瓷器好用太多了 直接压制了罗裔与罗红 银色纸张不可驾驭 只能被动复苏 此时 楚风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他不再动用那些玄瓷器 直接开始抓捕神魂种子 轰隆一声 他从天神族少神的体内 拘禁出一团精神 色彩斑斓 化作一个小人 在那里低吼着 想要摆脱却动弹不得 这一次 楚风取出一杆 较为细小的玄瓷矛 噗的一声将他盯住 这是锁神矛 专门用来禁锢精神力的 至此 他抓住了圣人罗红 同时 他将一根又一根的玄瓷针 打入罗裔的体内 将他也给封住 嗡的一声 银色纸张坠落 楚风瞬间收起 停啊 什么情况 雨外的人震惊 因为关键时刻 天神族哪怕白骨发光 要震杀处风时 他身上居然有一团 更为璀璨的荧光浮泻 劈开那块骨 只是 一切都太熏烂了 让人看不透 不知道那是什么 星空中 各路人马都惊诧不已 露出怀疑之色 打黑牛 欧阳风等人离得比较近 不在狱外 可也看不透银色纸张 一切都是因为刚才白光太炫目 楚风以黑色的毛风 挑着圣人罗红的精神体 他很从容 想揭露天神族圣人动手 并活捉的事实 锁神毛对付这种神魂最有效了 哪怕罗红是圣人 可现在降临不过是一道精神种子 依旧是摆脱不了 罗红顿时急眼了 这要暴露的话 他身为天神族圣人将名誉扫地 你赵 你敢回我族祖气 那是我天神族先祖之谷 正在这时 域外传来一声大贺 激荡星空 而且穿透过大气层 让地球所有进化者 都可清晰听到 太空中人们吃惊 这是一位圣人在发怒 地球爆发圣威 域外有很多人 有老辈民族认出他的身份 不禁倒吸冷气 有人惊叫道出他的身份 铁神族的圣人 他是罗红 元寿平台上 更是因此而轰动 天神族圣人 居然都亲自出现在地球外 回我天神族先祖之谷 杀无赦 圣人罗红 针身断合 他坐不住了 先生夺人 斥责处风 而后想不惜代价的 针杀处风 因为 昆仑山那里的真相 不能暴露 这种丑闻对他来说 有些恐怖 他必须得阻止 哪怕他一旦进攻 会遭受圣尸 所留绝世场域的反噬 他也在座不惜 一定要击毙处风 在事情暴露前灭口 哄的一声 天穷上 一只大手拍落下来 景象恐怖 简直要将整颗地球 都给覆盖了 当然 这不是罗红真正的手掌 而是他祭出的圣血 凝聚出血色法意 向着地球上轰去 星空中不止一位圣人 还有人在此露出诧异之色 罗红倒有竟这般激烈 罗红拥有金色的瞳孔 此时他森冷而射人 天神族至高无上 祖先之谷岂容被辱 便是这一整颗星球 也比不上我祖的一块骨 同时他在倒退 做好了被反噬的准备 地球上 楚风大怒 那心狠手辣的天神族圣人 在杀人灭口 他快速躲避 下定决心 揭露出天神族圣人 丑陋的一面 天穷上 一只鲜红的手掌 皆成法意 就这么拍落下去 笼罩苍茫大地 仿佛要毁灭 整颗生命星球 不过在突破大气层 急速压落下来时 他缩小了 不再那么磅礴而巨大 而且 此时虚空中 温落浮血迅速璀璨 像是铁水 在沿着特殊的轨迹流淌 构建出惊人的场域 杀伐气滔天 轰隆一声 由圣人血精所化成的手掌 遭遇阻击 而且无比的激烈 在天空中 迸发刺目的光芒 接着呼的一声 整只手掌都开始燃烧 化成熊熊烈焰 那星红的血光喷波 在场域中焚烧起来 这是一种奇景 更是一种可怖的能量释放 尽情宣泄 属于圣级的力量 若是在别处 这将是毁灭性的 造成巨大灾难 但是 地球很特殊 场域符文坚固 哪怕是圣人的精绪 带动着足以撕裂星辰的力量 也贯穿不下去 血色的法衣 无法突破符文的阻挡 最终被磨灭 渐渐消失 雷声大 雨点小吗 楚风狐疑 然后他便惊悚了 在他的周围 有些晶莹的血涕浮泻 漂浮在半空中 沾染在草木上 看起来鲜红玉滴 圣血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都已经临近到身边了 对于楚风来说 这非常危险 他一阵发毛 第一时间 他将盯着罗红的锁身毛 给塞进了空间瓶子中 将罗翼也扔了进去 怕被狱外的圣人夺走 同一时间 楚风手中浮现雪白的金刚竹 他猛力一阵向外置去 然后 他自己也钻进了空间瓶子中 此前 楚风有过试验 这个预警瓶非常结实 坚固的邪乎 就是被太阳火晶 太阴火晶 短暂焚烧 一时间都不会毁掉 哄的一声 金刚卓在此地爆发 内部藏着的黑色太阴火晶 全面倾泻出来 将这块区域覆盖 高解能量倾泻 几乎是同时 那些星红的血滴总横激荡 宛若一柄又一柄赤色飞解 无间不摧 将山地割裂 将几座山峰脚断 这是圣血 蕴含着可怕的杀气 一旦催动开来 滴血便可洞穿观想层次的进化者 非常的射人 到了后来 这片地带发生大爆炸 山地被撕裂 出现了一个毁灭性的大坑 那是圣血与太阳火晶相遇导致的 很可惜 地表场域符号密布 对圣血进行压制 不然的话 方圆百里 多把都要沉陷 许多山峰都会融化 会形成寸草不生的绝灭之地 长域符号的出现 导致鲜红的血珠 白白的烧个干净 黑暗的外太空 圣人罗红金色瞳孔悠悠 寒芒溢 丝丝缕缕 十分射人 你的命真硬啊 这时 他早已战起 一头金色长发无风乱雾 整个人散发的气息异常的恐怖 他在急速倒退 像是穿越时间长河 在撕裂虚空 然而 还是晚了一步 遭遇恐怖的反噬 在后方 有成片的符号出现 向着他俯冲而来 照亮这片黑暗的宇宙空间 噗的一声 强大如圣人 哪怕早已做好准备 他还是遭遇重击 如同有一个巴掌打在他身上 对他造成重创 砰的一声 那种闷响 震荡星空 附近漂浮着许多巨大的陨石 当场化成宇宙尘埃 全都暴碎在此 罗红闷哼 胸部差点被打穿 嘴角血迹斑斑 不断的亮强后退 真是耻强 真是耻弱啊 我连一个生死不知的人留下的长玉都对付不了 上时你还真是笼罩着神秘光芒 难道说当年你的一身所需真的不属于这片宇宙空间吗 罗红并没有罢手 在进行最后的尝试 一截断刀飞出 漆黑如墨 撕裂星空 冲向地球 他依旧不死心 这是地球昔日某位圣人的兵器 不过被打残了 这一次罗红特意从天神族的库房中寻到一截 带了过来 用地球上昔日的兵器来闯关 他袭击有效果 同时 他的双手在滑动 隔着无数里地 在域外干预地面上的事 希望能无声的抹杀处风 很可惜 两件事情都落空了 漆黑的断刀刚进入大气层就被长玉覆盖 北京人的璀璨符号烟幕 在嗡嗡声中 那残刀颤抖 最后磕叉一声 开始军力 刀起刀卷回来 长玉领域中的镜像说 罗红 寒毛倒数 哪怕身为圣人 他心中也在颤礼 抬手间撕裂宇宙空间 直接转身就逃 这一次 他彻底死心了 连地球上昔日的兵器都不被认可 他也没辙了 而且感觉多半要付出惨痛代价 果然 第一时间而已 他躲避不开 就在进攻地球的刹那 同步就有一片刀光作用在他身上 像是镜子的凡照 血液溅起 罗红大叫出声 他可是圣人呢 结果身体被切开 断为两截 圣血四界 染红星空 这是 人们胆寒 全都倒吸冷气 各族的高手都惊呆了 一个个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无声无息 罗红的两截躯体漂浮起来 然后对接在一起 伤口在迅速愈合 他脸色铁青 难看到几点 身为圣人 高高在上 腐蚀万物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这种体验了 身体居然被人劈开 断为两极 这是奇耻大乳 天神族的圣人 罗红 你真是不要脸 想要杀我灭口吗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昆仑楚风在大笑 因为 他通过圆寿平台的热议 已经知道 这位正在出手的圣人 名为罗红 是天神族的远古圣人 罗红眼底深处 是无尽的冰寒 他冷酷无情 在私存 楚风身上有什么秘密 他的一道神魂种子 居然都不敌 无声无息 他动用一门神通 丝丝血液溢出 再次投入到地球主空间 然后 昆仑山这里 丝丝血液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颗很小的眼球 赤红如血 映照楚风的一切 嗯 楚风第一时间 生出改应 哪怕是圣人的手段 他也察觉到了 毕竟 罗红在隔着 无尽远的距离操控 且有地球场域阻隔 根本做不到 人不知 鬼不觉 哄的一声 楚风将 早已寻到手中的金刚竹 直接砸了过去 果断无比 那眼球一闪 躲避了出去 后方 那座巨山 被金刚镯砸得轰然崩塌 烟尘滔天 金花道际裂开 语外 罗红自语 观看楚风时 第一时间察觉到 竟是这一情况 感觉诧异 因为 在他看来 这个年轻的土著很了不得 一旦成长起来 绝对是个大人物 可是他没有料到 刚才镇压他一道神魂种子的年轻人体内 情况糟糕 导机布满裂痕 随时会崩溃 这 让他露出了异色 罗红尝试动用某种血迹的力量 对楚风再次下手 以那投在昆仑的丝丝血液为引子 结果 导致地球场域反扑 他一声闷哼 脸色越发的难看 奈何不了那个土著 罗红你还要脸吗 身为圣级强者 不顾身份的下场 对我出手 结果却屡战屡败 你这老不休的 楚风开口 直接开始揭露他的丑行 他从空间瓶子中 将罗翼提了出来 扔在地上 同时 右手吃那杆黑色的锁身毛 盯着一团人形的精神能量 各位 你们请看 罗红不久前降临一道神魂种子 入主罗翼的躯体 跟我对决 被我擒下了 这种消息一出 石破天惊 别说是普通进化者 就是前十大的人 都被惊动了 引发侧目 密切关注这件事 没落之地的土著 你得以忘形吗 击败我族后人 觉得还不够荣光吗 竟说出这种可笑的话 罗红怎么可能承认 第一时间否决 他心中愤怒 这个土著感如此阶短 让他非常担忧 怕被证实 那他将会威名扫地 称为笑柄 怎么可能吗 凭一个观想层次的年轻人 也能镇压 圣人的神魂种子 不用罗红继续开口 已经有人开始质疑 不是没有可能 罗红虽然强大 但降临的 也只是观想层次的 精神种子 有可能会翻船 这导致星空中的 一片热议 楚风用黑色锁身毛 挑着罗红的神魂种子 高举向天 是不是罗红 想要辨别方法很多 我想各位都懂 的确 这并不难 星空中 有各种各样的道统 学院 研究机构 别说直接捉住 神魂种子 就是获得一根 十万年的头发 以似干涸 数万年的血 都能简单而轻易的 检测出属于谁 只要耗费一点时间 自然能彻底 揭露罗红的丑形 罗红冷漠开口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土著 为了出名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为圣者 岂是你能埋态的 这种言论太可笑了 真若是我出手 就是一百个你也不够杀 我呸 你太不要脸了 明明出手被我擒一下 还惺惺作态 就凭你观想层次的力量 也妄想杀我 楚风讽刺 最后更是直接 不是你 刚才你为何急于杀我灭口 这种话语一出 星空是一片喧哗 逆障 得寸进尺一再如我 真是够了 别说是你 就是当年你的祖先 我都杀过很多 便是精彩绝艳的圣人 都被我涂掉两寸 你算什么东西 观想层次还不完满 除入而已 你妄想跟圣者的 神魂种子争锋 这让楚风愤怒 这个罗洪还真是恶劣 这种关头了 还不忘记提及 昔日战绩 诚心接上古地球的伤疤 罗洪说出这种话后 所有人都一正 的确 圣人的神魂种子 那肯定是完满的 在观想领域中 接近无敌 因为满城岁月的魔力 自身年轻时的道国 早已被滋养的无瑕 小孽障 不服的话 你可以来元首平台挑战我 就在这时 只有楚风 才能听到的话语响起 这是狱外传来的 一缕精神波动 属于罗洪 老混蛋 你敢应战吗 我若是出手 肯定屠胜 楚风相当的强势 眼神光芒璀璨 有烈焰在焚烧 可以 不过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消耗 除非立刻开战 罗洪依旧是暗中传音 这般说道 因为 他刚才以那颗血色眼球 洞察楚风现在的真实情况 岛基有裂痕 虽然还可以大战 但是 长久不了 所谓的岛基 也就是进化根基 隐约间可以看到 但却摸不到 这是属于肉身 与精神双层次的伤痕 如果现在立刻大战的话 罗洪相信 可以导致楚风的岛基崩坏 发生最残酷的事 毁掉他的进化之路 事实上 楚风 一直知道自己的进化根基 出现裂痕 等六道轮回一单到来 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同时他觉得 自己的进化根基 虽然有裂痕 但还可以战斗 短时间 应该不会裂开 来吧 我迫不及待的想图胜 罗洪接着传音 通过网络虚拟环境决战 太过无趣 我们以千兴藤连接精神网络 真正的生死决战 可以统结对战 千兴藤 扎根在宇宙星空中 彼此相连 可以通过虫洞连接上千颗生命星球 这个族群能繁衍到庞大与不可想象的境地 有些千兴藤族群能覆盖满一片星空 简直是生命的奇迹 这一族很特别 能覆盖星际网络 也能形成精神国度 可以构建真正的生死决战平台 进行一时战斗 罗洪知道楚风的身体状况 现在一步一步引诱他 想让他进行真实的生死大战 借此击杀他 哪里有千兴藤 很简单 请元首平台调通过来就是了 太阳系的虫洞中已经存在这种植物 不然的话 这里怎么会覆盖星际网络 罗洪平淡的开口 他相信 只要进入对战平台 楚风的生死就操控在他的手中 到时候 他甚至能再分出一道精神种子 控制楚风 那么他所谓的丑闻就不是什么事了 回头让傀儡楚风改口 然后 两人不再暗中对话 而是真正公开了 要在精神世界中 进行同境界的生死大决战 这顿时引发轰动 小北 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都说了 当年你的祖先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曾经涂掉他们中的两尊圣人 凭你也配与我决战吗 不过 我可以答应你 因为 之前你向我身上泼脏水 便是圣人也生了怒火 我要让你体会到 你有多么的卑微 真正与我同结决战 你 只是一只虫子 他这种话语 真让楚风觉得很不要脸 惺惺作态 分明是他提起的 现在还要表现出那种高高在上的疯子 调千兴藤来 罗洪开口 身为天神族圣人 全是滔天 自然可以轻易的请人准备好 太阳系中 原本就已经有千兴藤 扎根虫洞中 现在 新的虫洞开启 跟那里相连 接着 匆匆郁郁的植物生长而出 发出勃勃升级 还有 晶莹光泽 这引发星空中巨阵 许多大族都被惊动 就是前十大的年轻弟子 民宿都感觉意外 认真地关注这件事 楚风开口 我不太相信你调动来的千兴藤 哼 你一个小小的虫子而已 值得我谋算吗 你在我眼中微不足道 罗洪又一次表演 明明想杀楚风解决隐患 却表现得这么的傲然 不细 在素素声中 昆仑山间竟发出光滑 一片山岭中 有植物在生长 速度太快了 直接冲向高天 这是 大黑牛 东北虎 欧阳峰 黄牛等人 全都惊呼出声 那是一株 暗金色的藤腕 掌势凶猛 冲上苍穹 太突然了 天哪 这该不会是地球上谷的那株天堂吧 当年 妖妖公主 曾借她构建的精神平台 大战星空中各族天骄 这一世 她又出现了 这引发轩然大波 星空中 先是有惊一声 而后沸腾 龙虎山 一粒长生金种 一个风姿绝世的女子 从接近死亡的沉眠中苏醒 然后她轻声自语 天堂复苏 我 因此而行 她正是摇摇 连她都被惊动了 此时想去观察 她在轻语 在破败中崛起 在气灭中复苏 是直播 清晰地看到 而狱外 各方人马 则更为地惊寒 乙竹腾重启 像是自信的生灵 张扬而霸道的 是舒展向苍穹 直身面对星海中各族强者 她宛若一觉醒来 由清晰 记得上古的斑斓血泪救世 还在体会着那段战火与兵器 共飞舞的苦难岁月 在她霸高时 伴着雷停声 暗金色的藤蹄 坚韧无比 冲破大气层 不断生长 要进入外太空 当年 她围天堂 伴着地球上的一群年轻天骄成长 看着他们挑战星空中各路敌手 白战不殆 曾有人为星空下第一 绝艳于宙间 她游记得那些年轻人 争容岁月 黄金大师璀璨 不过 随后就是流血的黑暗时代 她不会忘记 那个名为夭夭的女子 只身杀的前十大盗子 天女神环溃散 光芒暗淡 只身镇压星空中各路敌人 闪电横空 纵横交织 伴随着坠株天藤上 她的叶片雷点浮现 暗金色泽 充满金属质感 主藤一往无前 冲笑而上 眨眼间 她就到了狱外 伸展开来 浮现大片暗金色的分叉之条 叶片等帆上 笼罩一片区域 这是生命的奇迹 她的生命层次 比千星藤中的王者更高级 是这颗星球曾经辉煌的见证 本土生灵都不知道它的底细 但是与外则不同 就在这顺细节 整片星空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老怪物 惊叫出生 当年 他们经历过盛世璀璨 接着急紧辉煌 随后又迅速转向衰败的 那个年代 此时 他们都瞳孔收缩 不由自主 他们心中浮现太多的画面 风烟战火 治强者复命 天骄陨落 神女横死 星空残破 那是一段 让所有进化者都新潮澎湃的年代 发生太多的事 而看到此藤 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个 风华绝代的女子 姚姚 因为 这株藤有许多传说都跟她有关 伴着她的迅烂 伴着她烛光般的生命消逝 有她经营的血更见证了她曾经无敌的传奇 真正的星空下第一 昔日 星海中各方道子 天女来袭 强敌无数 高手林立 这颗星球既然要覆灭 那些人都不希望夭夭 坐拥星空下第一这种美誉死去 都想让她在打败后 再消亡 所以哪怕是映照诸天层次的志强者 都在默许 都在观战 西级那一带 有人将她击败 全面的碾牙 与灭掉这颗星球的最后荣光 灭掉所有辉煌 那个时代 前十大星辰世界中 有一些映照诸天的晋级人物 曾经培养出正骨朔金的绝世奇才 原刺圣体万星体无结神体混元倒胎 天命仙体等先后出现 震惊了整片宇宙 扰动时光长河 让人怀疑 古今所有天才都聚集到了那个时代 须知 那些体质任何一种初始都足以照亮宇宙星空仪式 结果全都在那场盛世中出现 都被精心培养 只为战力超越一切 可是 他们都败了 全被夭夭斩掉 他拖着伤体 只身大决战 血界星空 那一时 地球上 西林族魏恒 这个天下第九背叛 还有夭夭 原本绝世经验的未婚夫 号称星空下第三的男子 也在末世来临时 舍他而去 与其师尊 远顿星空中 到头来 摇摇之身一人 横扫了所有天才 甚至以不是圣极修为的伤体 要去屠生 可惜 最后终于是无上大人物忍不住出手 他犹弱飞蛾扑火 那个时候 他的父辈都战死了 一切都残破 被打碎 很多人还记得 他最后的灿烂 完美的容颜 有些苍白的脸 满身血迹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曾经的家园 他依然冲天而起 去影展 留给众人一幅 染血的凄凉画面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 当人们再次看到这株天堂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那个惊艳了 一个时代的女子 摇摇 真是意外啊 这株天堂的根须还在 又复苏了 天神族的圣人罗洪 站在外太空中 神色冷漠 但也藏着极许复杂之色 想到当年那个时代 种种旧事 他身材很高 中年人的面孔 满头金色长发披散 在当年那个时代 他正好称圣 称得长是意气风发 他在那时相对来说还很年轻 也曾凝视摇摇 可是哪怕他成圣了 在那个女子面前也不够璀璨 毕竟那时连原词圣体 外星体 天命仙体等都出世了 那个年代实在是过于迅烂 匪夷所思 活下来的才算是赢家 当年灾药也又如何 也不过是一碰黄土 而我还活着 如今重新打磨境界 一样可以将年轻时的道果修补完美 活着才是赢家 他自语 眸光流转 盯着天腾 接着他目光森寒喝道 楚风来一战 此时 天神族的圣人罗洪 心情有些复杂 由这株天腾 他想到了夭夭 想到了星空下第一 而今 这株腾再次出现 正好赶上他与楚风之战 这是巧合 还是冥冥中 有股力量在催发他 这些让罗洪免色阴沉 他绝不允许 又一个夭夭般的天纵奇才出现 今日 他要扼杀天才 只手遮天 图圣 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值得以后纪念 我自然需要仔细记住现在的心绪 你先等着 楚风这样开口 声音传出去后 引发骚动 在一些人看来 这种话语太自信 有些过头了 他今天要图掉圣人吗 罗洪的脸色直接阴沉无比 不急 这是一场盛事 各位道友都立临后 再开始叫好 旧人的星空中也有人开口 竟是一位圣人 天腾出世 影响太大 触动一代人曾经的记忆 上古活下来的一些生灵 都因此大受振斗 于今日出世 这时 前十大的一些强人得到禀告 不少都陆续走出闭关地 而一些学院研究机构等 富有盛名的大人物也都动容 将目光投降这片星空 至于年轻一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件事影响巨大 都被惊动 有些人在观看直播 有部分人竟想动身 要亲自驾临 赶到这片星空中 昆仑 此时楚风一手持金刚烛 一手持圣尸留下的银色纸张 看向远处大梦净土的船人 秦洛伊 不久后 他要进入精神世界的战场中 不能留着这个大敌 站在附近 将会是巨大的威胁 大黑牛 欧阳风 老驴黄牛等一起闯来 站在楚风近前 接下来 就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们也希望清场 怕有后患 我很期待这一战 不会出手干预 秦洛伊的嗓音很好听 戴着五色面具 美目深邃 向这边看了一眼 而后缓缓退去 嗯 他若妄动 直接解决掉他表姐罗妙香 大黑牛说道 他们觉得 秦洛伊不敢妄动 不然的话 他的表姐也会死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放心的去参战吧 将肉身 寄托于天堂上 无人可扰 楚风的耳畔 响起一道声音 他断时睁大眸子 四处寻觅 因为他听出来了 那是妖妖 去吧 妖妖没有出现 只有声音传道 好 楚风迈开大步 感觉浑身惊气澎湃 即便曾经大战过 现在也热流涌动 通体能量雄浑起来 精力充沛 昆仑山中 一株巨大暗金神藤 冲开山体 拔地而起 带着莫名的气息 伸展到域外 嗖的一声 楚风纵身而上 选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盘坐下来 而后 他无师自通 直接知道 怎样利用此天堂 嗡的一声 他的精神离体 没入天堂中 冲笑而上 一眨眼 他就来到地球外 这片地带刚刚好 还在地球场域 作用范围内 天堂不灭 精神世界不小 楚风的精神 在天堂中游动时 直接了解到很多情况 于外 天堂所在的顶端 叶片翻动 枝雅蔓延 暗金光泽闪动 当楚风出现时 他的精神 居然如同真实的身体 浮现在这片地带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这 他很吃惊 天堂的顶端 这是一片对战之地 构建出的精神世界 清晰映照出来 所有人都能看到 跟真实的 没什么区别 有土石 有古树 此外 周围还悬浮起 一块又一块的 巨大陨石 接着 星光闪耀 当作灯火 天堂演化 成为直身于星空下 精神决战平台 楚风喝道 罗宏 他已经立身在这里 远处 天神族圣人罗宏 金色长发飘舞 瞳孔幽冷无比 远处 千星藤发光 向这里生长 要跟天堂进行 对机 轰隆一声 一辆白银战车浮现 从一个巨大冲洞中 闯了出来 这是有大人物赶到 加临这里 要亲自观看这一战 地球外 原本就有很多的强者 来自不同的种族 包括星际猎人等 皆由金身罗汉带队 而现在更热闹了 连圣人都来了 虚空颤抖 一刹呢 不同方位 直接出现十几辆碾车 一批大人物出现 显然 这才是开始 还有更多的人出现 天哪 怎么来了这么多的人 有一些圣人呢 有人惊叹 震撼莫名 你也不想一想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要挑战圣人 这种事情 多少年会有啊 最起码超过千年了 万一屠盛呢 尤其是 这出天星堂又出现了 让人不得不浮现联想 但是啊 是否会是一个 堪比夭夭的天才崛起呢 此人说的是实话 在一些人看来 这是千年未有之圣况 不是圣人的年轻强者 要挑战圣人 引发星空下各方震动 此刻 一批又一批人赶来 当一声悠悠叹息出现 天堂顶端又多了一个人时 星空下寂静 许多老辈人物跟见了鬼一样 耳后沸腾 妖妖公主 她又出现了 星空下第一 她已经逝去 但是一缕执念还在 她苏醒了 并来到这里 地球外 一片鲜飞 就是圣人都不能平静 这一刻 前十大的盗子 一些人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 祖父 请帮我开启超级城洞 我要亲自赶过去 观看那一站 叔祖 请联系通天城洞公司 让他们开启顶级城洞 我想第一时间 出现在那儿 宇宙深处 前十大的盗子 以及星空中 前十的利人等 一些人先后启程 有人为了目睹处风 挑战圣人这一站 而有人则是想去近距离目睹夭夭 这一日 整片星空都不平静 岁月如苏 宇宙婆娑 当年的女子再现 站在天堂之巅 暗金色天堂 是一株特殊的生命体 叶片翻动间 吭枪作响 她在吸纳宇宙中的星光 整体经营灿烂 到了后来 每一片叶子上 都像是凝聚着一颗星辰 宛若繁星点点 光辉朦胧 摇摇站在这 伸展到域外的天堂的叶片上 伴着星辉 她富汗四方 雪白的一群飘舞 宛若要乘风化仙而去 秀发扬起 风姿绝世 真的是你 伴着这株藤在先 天神族的圣人 罗宏第一个开口 他是远古圣人 贯穿漫长岁月 活到今天 依旧是保留着中年面孔 只是现在神色有点复杂 摇摇的美丽有些不真实 经营面孔上 仿佛缠绕丝丝雾气 紧乎梦幻 他美目深邃 偶尔有神盲射出 他有缅怀 也有伤感 但很快 又霸气无边 浮汗苍茫宇宙 仙红的纯微章 那笑容 又急许怅然 而后 整个人气质抖辟 有种 凌驾于时光之上的超然 与璀璨 悲求伤春 那不是他的风范 要不然 当年他也不会在地球 年轻一代 那群天才凋零的凋零 远去的远去 还只身一人屹立在此 独自面对宇宙星海中 各路盗子神女的杀法与挑战 他自己一人杀得他们无敌 金身破灭 神环退去 一个个或陨落或败走 无人敢在他面前称遵 全都扶手低头 只让整片星空寂静 罗宇还活着吗 摇摇的一句话而已 就让天神族圣人罗宏面色一致 也让星空中各路大人物心头一震 他竟然直接提到天神族那个人 当年的羽化神体 是天神族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天才 要被培养成宇宙中最强之人 实力恐怖的让同代人绝望 正是那样的一个人 摇摇曾经在生命无多前 拖着伤体 指明典性 要他出来遗战 因为当年各族的天骄大举来反 要打掉他星空下第一的神还 结果那批人都被他斩的斩 杀的杀 败的败 所以那个时候天神族犹豫了 无比忌惮 没敢送罗宇过来遗战 但最终却被夭夭点名 羽化神体 一旦成长到后期 能量光芒绕体万发不清 如同有一片又一片鲜雨 化身而出 围绕自身旋转 磨灭诸恶 如同要羽化而去 登天封神 罗宇最终被激怒 赶到地球外 跟夭夭在这里打决战 结果 那一意算是夭夭的告别战 他杀掉最后一位宇宙天骄 他清楚的知晓 天神族是血与乱的背后元凶 所以执意在自身负重伤的最后关头 也要点名羽化神体 罗宇来决战 那是天神族之痛 他直接灭掉该族的希望 让他们弃吞宇宙的气魄 遭受一次打击 但是有人说 罗宇豁了下来 最后被该族鼓祖救活 闭关在天神星河中的神秘空间内 遥遥气质空灵 此时他没有过多缅怀过去 很平和 甚至话语间有些云淡风轻 没关系 即便他还活着 以后再有楚风杀一次便是了 这种表态 这种言论 直接让这片星空差点乍离 真的许多人双耳嗡嗡作响 罗宇如果还活着 再有楚风杀一次 这种风采是遥遥式的独有的自信与霸气 许多人确信 这就是他 气质永远不会改变 罗宏嘴角轻颤 略微抖动几下 他瞳孔变得森冷无比 遥遥这种表态 不仅依旧是俯视该族当年的羽化神体 也无视了他 因为 这种话语岂不是意味着 遥遥从来没有考虑过 楚风今日会被杀 会败亡 知他这个圣人于何地呢 从头到尾 遥遥都将他忽略不计 天神族圣人勃然大怒 谁敢小觑他 古今这么多年来 有多少人敢这么轻狂 这么对他熟视无睹呢 他是圣人 且在远古成圣 而且是来自天神族 这一切叠加在一起 意味着他的战力远超其他人 位列在星空下 最恐怖绝伦的一批生灵内 楚风站在决战平台上 露出苦笑 遥遥这番话语 也算是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上 这会让很多人审视他 当然 他原本就早已进入各方的眼中 已经被盯上了 不过他也知道 这就是遥遥的个人气质性情 这算是对他更进一步的考验 是一种无比残酷的魔力 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 楚风自然知晓 现在这样的关卡都渡不过去 还谈什么将来崛起 横扫群敌呢 遥遥要他在万难中成长 不然的话将来面对的更恐怖 现在这样的局面都应付不了 那么未来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地球 昆仑某一座山峰上 魏池空坐在碧绿逐洲上 皱着眉头 他自然听到夭夭的话语 江楚风那么看重 这让他心中滋味难鸣 要知道地球真子可是在这里啊 在碧绿发光的逐洲上 还有一人被雾矮覆盖 盘坐在那里寂静不动 正是无解身体周上 现在的地球真子 异常的沉默 显然心情不佳 魏池空开口 你才是真子 地球外 妖公主风采依旧 富汗星空 还是那么的自信呢 远处有生人开口 是当年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 甚至他们中 有些人曾经跟妖妖对决过 曾被死死压制 现在心情复杂 此时 附近有一些能量浓郁的战车 也有一些材质经营的碾车 都相继走出来一些人 一个个都是气欲超烦 其他人见到都倒吸冷气 深感震惊 因为这都是大人物 有些都只是在画卷中看到过 在后世的记载中 记述着他们的长相 有模糊的图片留下 现在 一些远古圣人亲自出现 驾临到这里 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那是一位女生 她很美丽 也很高傲 俯视这边 看向曾经的星空下第一 瑶瑶撇了她一眼 只是呵呵一笑 对她伸出一根小手指 轻轻的摇动 什么话都没说 当年 瑶瑶使找击败一位天宗神女 分手排惨 正是现在这位女生 暗中有人揭短 传出莫名的精神波动 此语一出 所有人都哗然 那位女生 更是杀气沸腾 脸色难看 瑶瑶公主啊 可惜了 当年是绝眼古今呢 一位男性圣人感叹 不加掩饰的推崇 眼神中有某种热力 这种姿态 让许多人无言 昔日 瑶瑶号称星空下第一 不仅体现在进化这条路上 还有在风采与容貌上 让一群男性敌手 全部的暗暗倾慕 至于那个时代的女性天骄 则心情复杂 她们的光彩被彻底压制 被那个人的风华所遮盖 淹没 瑶瑶开口了 请描淡写 我是来观战的 什么时候开始 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 哪怕瑶瑶不是昔日真身 可现在面对一群圣人 也是骄傲的俯视着他们 匹匿各路大人物 因为他们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而且那群圣人 现在居然也对他难以生出 高高在上的心态 无论是男女 都有些不自然 来了 元寿平台的人感到 开始在这里布置 同一境界 一战 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精神平台 还要有魂界石等融入进来 进行压制 不然的话 圣人修为怎么可能下降 唯有天地间的瑰宝 魂界石可以做到 元寿平台 身为宇宙中最大的直播 与对战平台之一 自然有这种无上神圣之物 如果普通进化者 想进行同境界的对决 根本不需要魂界石 其他神物就可以压制 魂界石 巨熄是世界石精粹 而且带着莫名的精神印记 可压制魂魄 镇压精神之力 此时 虫洞中千星藤生长过来 跟天藤缠绕 共同构建精神世界 组成对决之地 元寿平台的人来了 足足带来三块魂界石 镇压此地 跟天藤还有千星藤交融在一起 人们倒戏冷气 哪怕是一块魂界石就足够了 能支撑圣人大战 进行任何的压制 可现在元寿平台居然带来三块 他们总共就那么多 结果全部取来 毫无保留 可以想象他们是认真的 要这一战是绝对公平 同时也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 避免外人干扰 天神族圣人罗洪的脸色 顿时有些阴沉 这分明是对他不利 他乃是圣人 平台真要有纰漏 能钻漏洞 自然使他占据绝对优势 可以虐死处逢 可是现在这么的严苛 绝对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 在他看来 这有些对天神族不敬 略带针对性 罗洪 来吧 楚风 早已站在了对决平台上 这里天腾的叶片化作土地 浮在星空中 此地像是一座岛屿 而在周围陨石一块又一块 都巨大无边 罗洪面沉似水 他一步一步接近 而后站在千行藤上 定住不动 一团无以伦比的强大精神 脱离肉身 沿着藤腕 进入决战之地 对于身后 有一群天神族高手出现 守护他的肉身 轰的一声 当罗洪的精神体 投入这块平台上以后 发出雷霆声响 闪电是一道又一道 赤声无比 在那里交织 圣人的精神何其强大 斑斓的色彩 有近乎魔性的力量 恐怖绝伦 但是 哪怕千行藤摇动 天藤雀稳固泰山 纹丝不动 全能承受 而且就在这时 三块浑解石一起发光 形成最稳定的形态 构建公平而合理的压制空间 覆盖此地 天神族圣人罗洪 他被死死的压制 挤身的能量浓郁度 不断下降 到了最后 跟楚风持平 而道行也在锐建 显然这是绝对的公平 没有什么情面可言 哪怕前十大的天神族入场 那也不会被放水 小林子 有心了 摇摇 瞥了一眼 行空深处 袁寿平台 是一个名为林奇的人 创建的 这一切都跟他有关 这么多年过去 摇摇成仙 这个金色账号 还被保留着 足以说明一切 总算没有来往啊 一匹龙临天马 从一个超级城洞 闯了出来 西吕长鸣 高大神聚 而马上这个人 通体都是乌金甲胄 气息恐怖 他如同一尊神魔 一些人倒抽寒气 因为有些人认出他的身份 这是前十大星辰世界的 史魔族的魔子 他竟然赶来了 接着 战车隆隆 分别从不同的超级冲动中 冲出 来自不同的种族 有老有少 足有数十股人马 这让人们变色 最后关头 感到的人 一个个都是来头大的吓人 前十大星辰世界 亚仙族的盗子 应无敌来了 前十大的金刚菩萨来了 还有该族的佛子也到了 天神族的神女罗兰亲自赶来 这也是星空下排名第十的李人 果然是轻国轻城啊 最后时刻 一些非常出名的人物感到 包括前十大的民俗圣人 更有宇宙这一代中最强的年轻人 以及排位靠前的那些 绝是利人 相继献身 有人是为楚风而来 有人则纯粹是为砍夭夭而至 嗯 五族圣人出手 会否有意外 天神族神女罗兰 问身边的一位老玉 应该无问题 老玉说道 进一步解释 罗红早已将年轻时代的道国 打磨完美 逍遥境 观想境 自然都早已无瑕疵 真要决战 那必然是大胜 老玉以很肯定的语气开口 碾压那个土处 不成问题 挑战圣人 他以为自己是谁 不管怎么样说 千年未有低境界的进化者 敢挑战圣人了 这是一次盛况 对战平台上大战爆发 结果第一个照面而已 就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尤其是天神族那位老玉 更是瞠目结舌 出风 像是一团焚烧的金色烈焰 气息冲销而起 强大恐怖 而且速度太快 天涯咫尺 秘术在升华 被他发挥到极尽 此时 他凌空而起 如同天马横空 砰的一声 居然第一击而已 便一脚就踢在 罗红的面部上 这让罗红面孔扭曲 承受巨大痛苦 实在是太快了 这怎么可能呢 人们无法理解 不能相信 罗军头大 拿命来 楚风大吼 这个人背负罪恶 手上沾满先民的血 更是涂掉过地球上的 两尊圣人 他要在这里绝杀 星空中 军驮骨声面皮一抽 这一刻 他真的想骂人 他大爷的 这辈子要躺枪到底吗 对绝之地 楚风不止踢中一击 接下来的一脚 又踢在天神族圣人 罗红的头上 让他怒吼 咆哮震贴 一时间 罗红头破血流 满嘴是血 两枪倒退出去 这简直是七尺大乳 他为圣人 可是上来就遭遇重击 别说是他了 就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但是 这真实发生了 当着众人的面 楚风横空而起 急速出击 踢了他两脚 只有罗红自己明白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楚风的无敌话剧 处在特殊状态 刚才发挥出一种 让他悚然的威能 居然封住此地 仿佛禁锢了空间 凝固了时光 让他动弹不得 所以 罗红接连被踢中两脚 都没有能反抗 差点摔倒在那里 他的身体两枪倒退 嘴里溢血 直到这时 才打破了某种平衡 这是他极力震动的结果 在罗红的背后 轰的一声 残破宇宙浮血 一箭又一箭兵器发光 插在一颗又一颗星球上 他第一时间 展现自己的无敌话剧 守护己身 因为 刚才真的太危险了 他心中 升起了一股寒气 险些 就被楚风得手 此刻 楚风那很遗憾 刚才他心有缩感 在这里完全是精神体 他尝试动用自己 泼墨的话剧 结果呢 可以用 然而 那画卷需要以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为颜料 可是这里只有精神 所有表现的形态 都有点特别 在那一刻 他有某种领悟 精神画卷 仿佛一瞬间触及到虚无空间 踏足刹那的永恒 直接封进了一小片区域 所以 他猛然出击 瞬间 得手 就是他这种境界的肉身修为 所以 哪怕是头颅遭受重击 他也没有死 而是硬扛下来 换作一个人 肯定早已被楚风踢碎脑袋 直接轰杀个彻底 仅这次出接触而已 就引爆星空 那可是一位圣人呢 结果遭受一位后辈年轻高手最激烈的冲击 复生了 地球外 星空中 很多人都哗然 盯着那里 桌面平台上略微寂静 很快 粗重呼吸声发出 哪怕是精神体 也有这种声音 跟真实的肉身对决 毫无区别 天神族圣人金色长发飘舞 他在大口吞眼 游历在附近的能量 浑身神盲赤声 精神化成的躯体 毛孔舒张 洗手海量能量 他在运转天神呼吸法 自身变得璀璨无边 如同一尊真正的神奇一般 头发出的气息越来越吓人 刚才吃亏了 但是他并未焦躁 也没有发怒 而是越发的冷静 用天神呼吸法 调整自身状态 另一边 楚风也在运转 倒引呼吸法 通体都是白雾 像是一尊折仙临沉 有些缥缈 但是身体坚固 有不朽的气韵 下一刻 两人爆发了 风驰电掣 如同雷霆炸开 像是两道闪电 劈开虚空 而后猛然撞击 相一起 轰隆一声 当真像是天崩地利 可怕的冲击 太虚猛语霸道了 宛若行星突破大气层 焚烧着 而后撞击在大地上 一时间 星毁而大地沉醒 海啸拍上高天 还有沿江四女 这两人的对决 太猛烈了 发出的光芒 照亮这片战场 能量光鼠 滔滔而上 像是地狱的烈焰 冲起 肆虐人间 接着 他们宛若两道闪电 在纠缠 在迅速出拳 妙树分成 在这里展现 在激烈的碰撞中 在刺目的光芒中 能量倾斜 精神波动可怕 让很多人全都动容 两人分开 这一次 他们都神色凝重 而且喘息声 更猛烈了 简直如同雷鸣 那是纠集呼吸法 在运转 他们的精神体在呼吸 这种层次 比肉身进行的更高级 在罗宏的口鼻间 呼吸的是闪电 是雷光 宛若神话 他周围电闪雷鸣 汪洋起伏 惊讨拍案 各种异象分成 在其周围 汪洋中 一株又一株金色的神莲 冒出 摇曳出可怕的光芒 这种手段 让很多人倒吸冷气 因为 这不是单纯的妙术 而是能量体 密法的结合 堪比自身泼墨的画卷 这种场景 让人心惊 因为 只有将境界打磨圆满 超越与升华到一定层次的强者 才能有这种手段 这等于除去自身泼墨的画卷外 还能呈现出其他辅助画卷 异象惊天 未能害人 果然 罗洋下杀手了 在他背后 是残破宇宙 是各种兵器 这是他主画卷 对抗楚风身后的天图 而那汪洋起伏 电闪雷鸣 金莲无数的画卷 也跟着杀楚 楚风毫不掩饰 自身的画卷 在背后浮现 他依旧在寻找那种感觉 想要禁锢对方 同时 在他的身前 足足有九十颗粗糙的石球旋转 带着滔天的能量光束 轰向前方 他保留了十颗 没有全部动用所有能量体 虚空颤抖 那九十颗粗糙的石球 在半空中复生一般 一颗又一颗都在放大 成为星辰 弥漫出的气息 无比骇人 有的星辰化作金色的太阳 普照神盲 有的星辰 喷波剑光 万剑洪明 铿墙作响 还有的星辰 垂下神腾 伴着点光 这也是辅助画卷 没有真正展现出 百强星体内部的秘密 但是 仅这样发出的威能 就很害人了 能量大爆炸 这片地毯 两人间的辅助画卷相撞 能量体在释放 形成毁灭之地 宛若一片星海在被点燃 接连的大爆炸声 这片精神世界都在摇动 火光冲启 雷霆四女 岩浆滚 都是各种骇人景象 最后两人都翻飞出去 胸膛起伏距离 大口喘息盯着对方 星空中 鸦雀无声 那可是一位圣人 来自天神族 居然在交手过程中 没有占到便宜 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这想不让人震撼都不行 此刻 在楚风雨 罗洪的身后都有天图 全都在铺盏 不过可惜缺少血气 各自的话剧都不算十分完整 略有缺陷 因为没有肉身 不具备血气纸张 只有精神颜料 所以 他们没有轻易用天图对昏 更多的时候 是用来庇护己身 但这也足够强大 天图庇护他们 加持自身 令两人越发的恐怖 光芒耀眼 如同两轮太阳在炸开 在他们身上 光辉滔滔 能量波动距离 发出的声音像是天雷 而那只是正常气息的外放 试探结束 够了 这时 罗洪喝到气息暴涨 他居然还能提升战力 此时 他全意改变 瞬息间 整个人攻起身子 宛若一条真笼在弯身 随时准备电射出去 气势吓人 事实上还真是如此 他的脊椎骨 琵琶作响 他整个人 弓着身子时 猛的弹了出来 真的像一条龙在猎石俯冲过来 没有真笼出事的祥和 有的只是残暴 黑暗 血腥 强大 像一头龙先攻身 后跃起 扑杀猎物 啊 地狱黑龙 星空中 有人震撼 呼吸都急促了 瞳孔收缩 倒吸冷气 地狱 那是一片禁地 圣人进去都经常出事 在地狱外围 就十有被地狱已吃掉的残祸发生 据悉 在最深处更是有地狱黑龙等 罗宏居然得到地狱黑龙的真行演绎出来 这实在是恐怖的过分的 人们自然震惊 提到龙 谁不面色巨变 尤其是地狱那里的生物 那就更加的无法揣度了 楚风双脚生根踩在地上 双手不断震动 模拟对方的波动 调整自身的能量脉动规律 他在动用共振术 相对圣人来说 他的妙术 他的手段有些单一 因为学到的东西较少 跟这种老怪物相比 储备的武学太贫乏了 但是他奸细 将一种妙术演绎到极致 那就是神术 是禁忌秘法 他现在没有学到那么多东西 那就是专精 这片地带 不规则的震动 起初没什么 但是随着两人接触 那种震动越发的可怕 而后形成连锁反应 一声龙吟发出 罗洪拱着的身子垂直起来 如同一头黑龙昂首 黑暗 与恐怖的气息被推向了极致 而且在他周身浮现黑色鳞片 他宛弱化成一头人形黑龙 事实上 那些鳞片都是能量锁化 使他将这种秘法推向绝颠的体现 唯能暴增 这一刻 楚风身体在震动 拳引在抖动 跟那人形黑龙碰撞 轰然作响 虚空像是塌陷了 两人接可怕的光束挣腾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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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刻依旧镇定 也很冷静 他一声大喝 死 他自己主动让黑龙解体 乌光暴涨 黑色鳞片漫天飞舞 地狱黑龙消失不见 耀眼的金光铜起 原地出现一尊金色的身影 宛若天神下凡 事实上 这就是天神族自家的本领 算是宇宙中的无敌道统传承 远方许多人神色凝重 仔细的看着 因为都听说过 天神族很高傲 在施展自家无上妙术时 时常要血迹 用他族的真形当作祭品 视为引子 引动出自己的本领 刚才 他施展的地狱黑龙真形 就是在进行变相的血迹 作为引子 而后真正引出 天神下凡 这种传承 出发 熬过去 这便是你崛起与风神的 成名战啊 元首平台上有些人在喊 天神族的无敌传承展现好 那将是一面倒的屠戮 也有人在冷笑 罗洪是圣人 早已将这个境界大漠圆满 不是罗裔可比的 这种手段都实战出来了 这是要大屠杀呀 各方人马都变色 盯着那里 究竟是 处风的风神之战 还是罗洪 只手遮天 扼杀天才 所有人都在盯着 无比的紧张 连呼吸 都要停止了 罗洪在一起 跟刚才气质完全不同了 真的宛若一尊神奇复苏 跨过远古洪荒大地 管穿黑暗岁月 逆着时间长河而来 罗洪 呃的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 口鼻姐都在喷波闪电 那是他的呼吸 喷吐气息时 动辄就是雷霆 他周身都沐浴在 刺目的光芒中 真的宛若一尊天神 横空出世 这就是该族的重要传承 天神下凡 他吞吐周围的能量 呼吸节 让虚空都在忽明 这片地带 宛若一张窗灵纸 在呼啦啦作响 像是要破开了 曾经派位第十一的星球 都被我们灭掉了 更何况现在的没落之地 那么多上古天才都死了 被我们屠杀个赶紧 更慌乱是你 一个好意 一个蛮蚁 罗红咆哮着 身体发光 每一寸肌肤都璀璨 他不仅发丝与 瞳孔是金色的 现在周身都如此 宛若黄金铸成 天神族圣人俯冲过来 对着楚风 直接就踏出一脚 这是一种张扬的疯子 更是一种霸道绝伦的自负 他坚信 此时他已经无敌 酝酿多时 以传说中不可匹敌的 地狱黑龙真行血迹 终于牵引出 天神下凡这种禁忌秘法 这片战场 精神世界不稳固了 像是要天崩地利 那从半空中俯冲来的身影 那猛烈的一脚 死无忌惮 他向楚风的头颅 撑得上嚣张 还有暴力 楚风大吼了一声 滚 杀到这一步 他有什么可惧怕的 之前他一直占据优势 对方 哪怕是圣人 都被他踢过头颅 这时 楚风也张扬地冲起 全影发光 像是一轮太阳炸开 他柔和流光泉 紫漆东来犬 乱星直等 荣为一炉 身体潜能尽情释放 这一拳 带着祥和气 还有刺目的神圣光业 简直要打破虚空 得正永恒 两者碰撞 一下子导致精神空间不稳固 能量潮汐澎湃 向着四面八方冲击 只这么初步接触 楚风就发现问题所在 全影奥义被压制 无论是紫棋东来犬 还是流光泉 融合在一起后 原本迸发五亮光 照亮整片精神世界 然而 都被对方的天神光给浇灭了 罗红像是一头出扎的荒兽 爆发惨烈的气息 带着黄金光 压制楚风的权益 楚风拳头发疼 整具身体都如浩瀚海中的一叶扁舟 向后面倒去 而后急速的电射退走 那里走 罗红冷酷的鹤岛 进一步俯冲过去 毛孔在喷金芒 如同剑气般犀利 楚风抬起手 发现拳头上血流如主 骨骼没有受伤 但是血肉却受损严重 这让他吃惊而又诧异 这里是精神对决平台 负伤后居然也在堂血 只能说是精神力遭创了 以血的形态成血 罗红脸上露出冷酷的笑 那一脚踏下去后 他的拳头也绽放赤声的雷霆 向着楚风砸来 光芒抬耀眼 楚风再次迎击 结果全影光芒熄灭 连带着那条手臂 还有半边身子都黯淡 能量被压制 他横飞出去 弱匪他精神坚韧 体质格外强大 远超常人 换作其他同阶进化者来这里 早就被罗红一脚踩爆 一拳轰杀了 天上压制 像是某种神迹呈现 又若领域的释放 将计划者压制为凡人 楚风倒退的同时在私存 在猜测 他瞳孔收缩 强大如他刚才也 体会到了一种很不舒服的质色感 整个人都被压制 能量要溃散 可以想象 比他弱的人会怎样 多半会彻底沦为凡人 从高高在上的境地被打落到凡尘 不再是进化者 这真的让他倒吸冷气 无比忌惮 天神族的传承称得上是大恐怖 罗红面色冷酷 明白差距了吗 知道当年我族为何可以屠杀你们吗 这一道传承名为天神下凡 在我族面前 尔等都是凡人 我们是神 压制到你们颤力 最后要顶礼膜拜 你们都不是进化者了 还拿什么跟我族争锋 贵符过来吧 在说话的同时 罗红一直在出手 如同神魔 宛若光点 速度太快 主动进攻 轰杀楚风 他这样开口 是为了震慑 扰乱楚风的心神 连当年上古时代的地球先民 都被天神族全灭 所有高手死于一亿中 在他看来 这自然是伤疤 是血淋淋的旧伤 他就是想这样 慢慢的打击楚风 瓦解他的斗志 不断碰撞 楚风周身暗淡 无论是拳头还是手臂 疑或是身躯都有伤口 伤势不清 嘴角溢血 罗红咆哮 天神下凡 这是神与人间的巨大差距 凭你这被覆灭一族的后裔 也想逆天 死 他的攻势越发凌厉 拳头发光 能量沸腾 每一次轰击过来时 都如同一颗陨星载 轰撞 恐怖绝伦 远处呢 有圣人叹息 如果是其他族的统结进化者 这么片刻间 罗红足以能杀死数十人了 不知道 他是在惊叹罗红的强大 还是在说楚风的不凡 在天神下凡这种禁忌密法下 还能支撑这么长时间 令人轻叹 天神下凡 天神族秘典的最高巨穴之一 果然无敌 前世他亘古不变 有其道理 元首平台上 所有人都傻眼了 看到罗红这般恐怖 近乎无敌之姿 各族强者 莫不计的 同时人们意识到 圣人果然不可挑战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历经漫长岁月的打磨与熬裂 早已将年轻时代的道果重新激烈 完满无瑕 成为无敌神 砰的一声 楚风被震得又磕了一口血 他虽然负伤 但是这种表现也很惊人 他在承受神奇压制 自身要倒退为凡人 还能如此支撑 已经惊得许多人张口结舌 他的眼底深处 是雄雄的火光 是无尽的战役 并未有丝毫气馁 因为通过这么片刻间的摸底 他了解到很多东西 天神下凡 的确是禁忌绝学 一族一粒万古的底气所在 压制的各族没脾气 但是有些东西是压制不了的 楚风的倒引呼吸法依旧在运转 这是支撑他 可以大战的根本条件所在 同时 他泼墨的画卷还在 也不受影响 关键时刻 能够猛烈展开 进行杀敌 不过 他没动画卷 只是浮现于背后 庇护几身 跟对方的画卷对质 这是精神世界 缺少血气纸张 只有精神颜料 画卷不算完整 楚风与罗洪都没有上来 就动用画卷对决 因为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下的画卷到底如何 此外 楚风发现各种拳法无效了 只有共振术还可以动用 而后他渐渐的稳住了 看来 我该挖掘另一种无敌术了 那些拳法平时看起来很强 都无比厉害 但是遇上前世代的禁忌学学 却逊色了 我需要共振术这样的无敌法 楚风自语 无论是刘光泉还是乱星之 亦或是他得到的完整传承紫棋东来泉 都比不上天神下凡 被死死的压制 楚风在这种关头 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动辄就可能面对死亡时 他施展出胶魔泉 准备提取他最本源的奥义 唯有在最大的压力下 才有可能成功 当初 共振术就是从牛魔泉中提炼出来的 一条蛟龙浮现 随着楚风拳头砸出去时 他昂首长鸣 周围星海浮现 群星灿烂 一条蛟龙贯穿宇宙星空 搅碎一颗又一颗星球 向前杀去 这是异象 也是昔日的究竟 拳引到了一定竞技 可以做到破灭星空的那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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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